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四军之一 兰花结售面好像是更文雅一些 多数是一些教师 一些有教养 有文化的人 在家挂养兰 挂兰花欣赏兰花的人 层面好像比较多一些 也就是说教养文化层次比较高一些的 兰花为什么它在这个层面喜欢兰花 兰花没什么可看的 它属于高层次的欣赏的层次 老百姓一般都看不懂它 就那么几个不墨道 没颜色 不喜欢 它是素雅 朴素 而它这个花也没有颜色 它放暗香 它跟草长得一起分辨不出来 往往 善于隐 游蓝 善于隐藏 韬光养晦 这一点 给我们现在来讲 这个时代来讲 特别应该提倡兰花的这种品德 现在我们做一点好事 马上媒体也特别发达 马上给报道出去了 微信比这个电视台还快 马上就张扬暴露了 这个君子他高尚的品德 甚毒 也就是说没人在盯着你 没人看着你的时候 你同样就认为是天在看着你 你自己在独行的时候 时时刻在警惕自己行为 再这样的就是说 它善于隐藏 这种意义 古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现在在佛教里面的理论也是要做好事 做善人 做了好事 不张扬 不报道 你报道一报道以后 就当场给你结算了 而且你这个不报道呢 它埋得很深 那个福报越来越大 但做好事莫问前程 这符合兰花的这种性格 福久者非必高 过去人的价值观呢 修身 修身养性 功名在身后 有什么功劳 出名了 死后出名 把自己活这一辈子辛辛苦苦 全是奉献 全是奉献 修炼 积累 自己不享受 让后代人去享受 这是非常高尚的 今天我们太实惠了 今天我们太实惠了 太急功近利了 做一点好事 马上就想回报 甚至不做好事 都想让人回报 这是福浅 没有兰花的这种品德 有淫德者必有扬报 有隐形者必有昭明 藏起来 有一天 它的光芒四射 这就是说 为什么人怕除名不怕壮 除名以后找你的 用你的 求你的人是多了 你有用了 说这个一有名而来的人 每个人就四面八方都来了 让你没有办法再成长 没有你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面 我现在都特别危险 来求你的人特别多 你不是名声出来了吗 说穿了干扰你的东西就多了 对每个人一辈子就是一次 对你来讲应酬不暇 这样来讲 就没有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没有了 你都要回绝 那你就伤人 就得罪人 人家不远万里来的 你给人回绝了 你说你没时间 就把别人给伤害了 那就积怨了 你没名的时候 把自己的名埋起来 他不得罪人 人家也不来求你 但是你默默地在做好事情 在积累你的学养 这样来讲 过去为什么能出大家 出大师一级的这样的学者 这样的艺术家 他主要用毕生的精力都在积累 在锤炼自己 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没有这种干扰 这种蓝花 今天我们把它弄在厅里边来了 本来人家是长在屁股里边的 这样来讲 有时候我们浇的倒不到 水大小了以后伤害人生命 人家在山野里边 也没人管它 也不需要你浇水它 而暗暗地放出芳香来 王者之香 君子之品 愿意给兰花一起生活 那就说我崇尚兰花这种东西 那么我就应该像兰花那样默默的工作 不张扬 不显露 应该给兰花 就是成为一体 那就是我就是兰花 兰花就是我 我发扬 应该具备兰花的这种高尚的品德 现在太缺了 太缺了这样的人了 也可能有 我们不知道 但他还没有显露自己 现在媒体 现在媒体这样发达的情况下 要掩藏一个人很难 通信太方便了 但是我估计这样一个洋洋大果 肯定有人在默默做学问 默默在修炼 认识问题 比一般认识的看得透 看得深刻 是吧 还有这样的人 不争 不强 说这样 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有的人画画来讲也是不救市场 我们的老师当时怎么讲呢 画画 修炼 充实自己 作品不发表 不出售 不宣传 不发表 不出售 是很清高的 但画得很好 自己求得了精神自在 但现在我们念得好 画蘑菇点染画得非常好 不求名利 说这就是我们的楷模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家里边能够悬挂一个兰花 就表现了自己的精神清糟是高尚的 与兰花共舞是一个队伍里面的 那就是你的品德高尚的 值得人尊敬的 不要求让人看好颜色 我就是没有颜色 那花也是绿的 叶子也是绿的 而且我考虑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它 一年四季 有时候在家里边 在办公的旁边放上一株兰花 四季长青 就光看那叶子都是很美的 有的人还摆上一盆 那叫草 那叫书袋草 起个名 行州那边 我看公园里边有些 地上那个草 那就是书袋草 知识分子给它起个名 可以捆书 多雅 一年四季看长青 也就是艺术生命长青 人的生命长青 不败 永恒 不随着时间来改变颜色 不随拨柱流 今时不随拨 立脚怕随事俗转 枪头草 跟风的 让人瞧不起 古人作诗里边说 绿瓶与荷叶同此溢水中 风吹荷叶在绿瓶西复东 一个是有根基的 一个是没有根基的 荷花 你再怎么吹 它是稳定的 有根基的 不动的 不随拨柱流 中流笛柱 它是不动的 为什么说人者乐山智者乐水 山是厚重不迁 达于一礼 说近似于山 这是人者 能够看透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尽管万物皆有所得 火尽则明 水尽则成 这个尽来讲 就是说 兰花 它有这种品德 随拨柱流 似是长青 不改变颜色 是吧 那就是说我们人 有分量 有修养的人 是有定力的 而特别容易改变自己观点的人 是浮潜的人 那从这一点来讲 我们要画兰花 表现兰花 学习兰花 它是我们做人的榜样 但是说我们画兰花如何怎样画 戒字园里面它叫一笔长二笔短三笔交凤眼 长短破 然后这三也是我们经常讲的那种三 画画南画三 这个三个叶子是有代表性的 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再复杂的叶子要用三去约它 所以现在咱们从三开始练习 这一笔要求应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在行笔我们知道那种蓝叶苗 笔的铺开收拢 方中欲圆 圆中欲方 镜中有洞 免礼苍针 要求着线流畅而不光滑 这三笔的铺开收拢 这三笔的处理 这一笔由齐笔行笔到收笔 要把力量送到底 无垂不缩 收笔的时候 望回收 无垂不缩 这三笔的铺开收笔 长 短 破 这是一组 这是一组的铺开收笔 五组 用笔要有力量 用笔要有力量 一组 两组 三组 这分大 中 小 但是它们之间出现了这样平行的形象 不要受这种一组长短破的观念 我们要调整画面 这样出现了三个 出现了并行 我们还要破它 破哪一个 从哪破 达到没达到目标 如果没达到目标 还不允许它三线交叉为一点 在传插的过程中不能三线交一点 这在破的时候不能够它们又出现新的排列 这在要注意到它的疏密 这一个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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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集中在这地方交叉 也不是理想的 这些交叉 还要继续破 调整画面 调整的疏密关系 用叶子如果要调整不过来 还怎么办 还有一招 用花来调它 用花来去干扰它 去破坏它 而另一个新的局面 这是在画叶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到的 叶子穿插的时候要让它顺气 这个叶子来说有养叶 有腐叶 有遮叶 这腐叶 这养叶 这遮叶 这三种类型 在走的过程中 如果笔出现了片 怎么办 及时地调整笔封 用手来调整笔封 让它合拢 在画叶子的组织的时候 根部的处理 要向鱼头收拢 要相聚气 心在一个中心 不让它散 就是为了让它气不散 要收拢它 在根部的这样的穿插 每个叶子的出叶子的时候 要顺势 而不一定每个叶子都到根里面来 这个叶子可以从这出 不会都从这出 这个地方 要分出枢密来 有多有少 这个地方空荡不让它匀 而且要这个形象像鱼头 像鲤鱼头 挤鱼头 不像带鱼头 带鱼太简了 还有很多种鱼 这是大概起我们日常见到的 根部的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 与后面往上碰 the 水面的下落 然后再建设 我好好用心 让它其实有村人的船 其中处理的时候要先用心 实际上大写意 一开始我是练大写意的兰花 用长风阳豪 挥洒练力量的时候 我学无常硕 他比在行走的过程中提案的比较大写意的兰花 现在的变化不多 就像钢筋一样 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撒野了 划那种得要来点野气 那意思是让我撒撒野 我那时候练力量 画两三根叶子以后 我的腿颤抖 用绝劲浑身的力气 我那时候教学 你看看霍晨阳画的兰花叶子 像钢筋一样 实际现在看力量外露 有点猛气 但是如果没有那时候猛气 或者今天也没有那么文雅 就是退火了 那就是很雄强 有点放纵 纵横气 这个笔已经瘦了 应该再胖一点才好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量来讲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文雅的一种品种 本身也很不外漏 古人讲画花入画美人泰 这个美人什么样算是美人 美人的特点里边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不是长得怎么样 而是情绪 最重要的美人都要有羞涩感 笑不露齿 在看人的时候不正眼看 好像头都扫一下 绝不盯着一个人扫一下就算了 就害羞 乐的时候把嘴要不就捂起来 要不就低头 马克思可能讲过 女人最重要的还是一定要美羞涩 羞涩的美 不敢见人 这个时候我在哪能看到呢 在少数民族到偏远的地方还能看到这样的美人 就是不敢见人不敢看人的这样的 现在在城市里边都开放太开放了 他恨不得把你给瞅得慌了 他才不怕你呢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画画画的时候要表现出女人的那种羞涩 美 把头低下来 羞涩的那种感觉画出来 当然说对于花的形象来讲 这是我们当时赋予了花的一种姿态 情绪 那么说我们花的结构我们都要明白 仔细观察它 它是几个花瓣 这一点就文人把它这个形象给它改变了 叫做我们在戏剧上经常出手的时候 有一种指法叫做兰花指 兰花是五瓣 兰花是五瓣 兰花指它怎样去安排 这是密的 这是书的 这是粗的 这是细的 这是直的 这是曲的 有书有密 有曲有直 有直有方有圆 女人的手很巧 讲到女人的手的时候我们也要讲一下 女人的手指什么样算好的手 修长的 太短了以后不行 这个指到尖上以后如葱 看谁的手长得像葱一样 尖上越来越尖 指甲是库指甲 不是平的 肉头 不露骨头 圆的 这样的手指是好的 这样他在伸手的时候 在手在稍微疏密变化 他在转一个圈的时候 他在指人的时候 他在骂人的时候 他转一个圈在骂你的时候让你很美 说他的形象本身就让你没脾气了 是吧 所以这样来讲 就是说他很有变化 里边有细 有形象 有变化 所以这样就是说 这个兰花 我们在点这个花头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 疏密 长 短 曲 直 胖瘦 要出现这种变化 而且让他低着头 不抬头 有的时候偶尔抬一下头 也可以 但是他花头之间呼应 互相照应 他低头了以后 这个后边这样 他对着它这样 呼应 他有姿态 一居物色 个不祥物是最大的毛病 还要有固派 花和叶子之间 花和花之间 要注意这个形象 叫一笔居中 这一笔下来以后 这个兰花瓣出来了 这个兰花的形象来讲 有很多种 因为兰花的品种 可能大约有二三百种 那就是说我们画哪一种 一般的我们取的春蓝 墨蓝 这种形象 这种形象 它是纠长的 舒展 它有的是名过的品种 但是很胖 很短 它出不来姿态 那就是我们选择 最有利于造型 有利于用笔 表现出来很舒展 这个展来讲 在我们造型里面 也是个很重要的一种要求 一种观念 舒朗 宽松 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 有时候五官特别集中 猴吧 它那个五官就特别聚 就感觉没人长得好看 人好看的它是展开 眼和眼之间不能太密了 太紧了 眼眉和眼眉之间也不能太紧了 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也要画舒展 开朗 性情开朗 这有美感 如果一个人的性情很紧 矜持 不好处 没有美感 要性情宽 能容人 能容事 这人待着是舒服的 说这在我们在立项 我们在选形象的时候 也要有把这种美的东西选进来 用美的形象来抒情 一笔集中两笔暴体 你看这三笔出来变化了 一胖的 俩瘦的 一个长的 一个中的 一个短的 一个大的 一个中的 一个小的 这就是三个代表 这就全了 我不需要千万朵 一朵就代表了很多很多 这样来讲 我们在 这是三 这两个手这样一念 把小手指头一伸 出来有变化 有纵横 有输有密 有长有短 有大有小 好看吗 有舞蹈姿态吧 这是三笔 这三笔非常关键 四笔 一笔 一笔居中两笔暴体 这三笔的安排至关重要 四笔 五笔 但是现在这五笔让它聚 不让它散 有疏有密 有长有短 有纵有横 这是横 这是横 这是纵 这是密 这是疏 在行笔的过程中像写字 不要太光 画的有弹性 画的有弹性 行笔有快有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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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就是横 是一红 是一红 或者放入心 像写字 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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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红 就是横 横 和横 这个纵 这个横 这是密 这是疏 这慧蓝 可以再多画 也可以少 根据你的需要 注意到它的疏密节奏 设计舞蹈姿态 上边伸开的时候 下边两个腿一定要收拢 下边如果腿劈开的时候 两个手必须要收拢 这就是三角形 那就是我们在设计形象的时候 它又出现一个美的一种状况 那就是如果下边我们腿也分开 上边手也分开 做广播操一样 那不美 要像舞蹈找的那种均衡 找的那种变化 这是在画画的形象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在画画的形象中 这是在画画的形象 是在画画的形象中 那就是在画画的形象中 它也分构了 就是在画画的形象中 在这边的花蕊是种的 究竟的波涛肤 然后画一个蜜别的蜜蜜 花蕊本身是一种形状的 这个花瓣变形了 变成像舌头一样勾回去 是一种这样的 这上面有一点斑点 这个舌头给舍掉了 斑点取下了 让它简单单纯 它蕊实际不是这样的 说写意可以变化它 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形象 这样让它有对比 还有活泼 有变化 有生动 这样适合于用笔 适合于抒情 这叫变化生活 不那么死板的照抄 描摹 这叫变化生活 这叫变化 它出来营造这个形象 像一个修女一样 这样就是说 它感觉也不卖弄 很自然而然 很舒展 螺螺大方 再这样就是我们在塑造一个形象的时候 选择生活里面最有变化的 最典型的 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形象 来呈现出来 因为允许你画那么一两朵画 你再不讲究 你是简笔的 那就可读性 再这样的就差了 这就一定要讲究 从形象上 从末法上 用笔的提爱 刚柔 动静 虚实 这方面都得要考虑到 这样以后 它才丰富 不单调 耐人寻味 我们可以品一朵花 慢慢的细心的去品它 它里面有东西可读 就是说可读 这就是说我们在画蓝画的时候 说应该思考 应该想象到的 或者应该实施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 一些观念和形状 要注意 好吧 今天咱们兰花是不是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